老公的干妹妹来我家当保姆 纵火烧死女儿 她儿子却叫我老公爸爸 我死后 灵魂被禁锢在房间中 害得老公迎娶了来我家当保姆的干妹妹进门 她的儿子认祖归宗 改口管我老公叫爸爸 他们一家三口 每天以欺负我的女儿为乐趣 我六岁的孩子被关在家中 日复一日地打骂欺负 终于有邻居举报他们 可为了掩盖证据 老公一把火烧了房子 毁尸灭迹 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火光中挣扎 赵成才开口说道 我把赵欣带来了 你最近精神不好 身体也垮了 让他给咱家做个保护帮帮忙 一个月给两万工资就行 你先付半年的 然后你去把向阳的次卧收拾出来 给欣欣铺一下被褥 就用新买四件套 欣欣房间给小胡子 重新装修一下 换成男孩喜欢的风格 还有他们来的机票 三千多呢 你现在就转到欣欣微信上 赵欣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不欢迎她的到来 撇着嘴对赵成才说道 哥 你不是说家里你做主吗 嫂子怎么一句欢迎的话都不说 白谱给谁看呢 要不是你 请我来我还不来呢 我都有小胡子了 谁乐意给你们照顾 清清那个赔钱货 赵成才也发觉了我的异常 他冲我翻了个白眼 给客人拿鞋啊 你最近真是越来越木讷 我错愕不已 脑海中还回荡着女儿最后的画面 他瘦削的身体 被牢牢绑在卧室中央 四处是借着汽油冲天而起的火光 浓烟滚滚间 他被呛得满脸眼泪 扭动着满是伤痕的小小身体 拼命哭喊 妈妈 我不想死 妈妈 你在哪里 胸口传来猛烈的窒息感 这样难过的感觉让我确信 我重生了 赵成才终于松开了小胡子赵新的手 脸色有些尴尬 如愿 你身体不好 要不回去躺着吧 钱直接转给我 喉咙仿佛被饿住 我捂住心脏 大口喘息着 我身体是不好 上一世 我就是因为长期被赵成才用精神性药物 替换没声速 最后精神失常自杀而死 我没出声 用动作代替了声音来回答 一个剑步冲到二人面前 我直接拿起烟灰缸 把赵成才的脑袋开了瓢 又抓住赵新的头发 狠狠将他的脑袋砸到墙上 先话要害死我 又害死我的女儿 我要你们两个偿命 赵成才本来被我打得捂着头 躺在地上哀嚎 见我又开始暴打赵新 竟然顽强地站了起来 他一手是图捂住头上的窟窿 另一只手想要按住我 可我面对的是两个心狠手挖 欺负我女儿的凶手 作为灵魂飘摇在世间时 我无能为力 现在有了机会 不杀了他们 难解我心头之恨 赵成才死命在身后拉扯我 我哪里很放手 我一边挣扎 一边破口大骂 放开我 你这个禽兽 畜生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手中动作不停 我把赵新的脑袋 一下下撞向墙面 我死后 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女儿 我六岁的女儿 又说了一句好小妈妈 就被他这样对待 他们一家哈哈大笑 问他以后还敢不敢 再提起死去的妈妈 女儿死死咬着牙不达 只有眼泪无力地滑落 赵新的头发 直接被我扯掉一大把 尖叫声哭喊声 仿佛在激励我 在用些力气杀了他们 小胡子挪动吃胖的身体 咬住我的腿 我腾出左手 将他踢飞 痛快 太痛快了 害我女儿的人 今天捅捅长命 我把赵新的长发 在手中挽住 狠狠用高跟鞋踢他 我双目赤红 撞入蜂膜 歇斯底里地 对着三个凶手疯狂发泄 一时间 尖叫声和我的笑声 混杂成一片 赵新尖利的求救声 几乎划破我的耳膜 哥 他真疯了 你是不是给错药了 我要被打死了 快救救我 救救小虎 伴随着他的求救声 我的拳头狠狠砸下 积蓄了多年恨意的手 只打得他嘴角肾血 牙齿脱落 我一边打 一边立声质问 什么药 我问你什么药 身后拉住我的力道顿时一松 拳头又打不死人 我也该找你好好算账了 环顾四周 我的余光 偏见餐桌上的水果刀 见此我心中狂喜 直接松手 赵成才拉住我的力气太大 这一松手 惯性使我把他压倒在地 我毫发无损 连滚带爬的伸手去拿刀 此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赶伤我女儿的人 必杀之后快 手指触碰到了刀尖 我也哈哈大笑出声 声音淒利丝雅 宛如恶鬼 只要回过身 就可以把刀狠狠插进二人熏堂 为我的女儿祭奠了 可这一回身 我看到了从卧室走出来的女儿清清 她像是午睡刚被吵醒 穿着我亲手挑选的粉色毛绒睡衣 头发乱糟糟的 正揉着眼睛 看到我 她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妈妈 我手中的刀框当落地 身体不受控制的贪婪下去 直到清清的热乎乎的小手牵起我 我才终于有了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前世今生的记忆交错 混乱的思绪被扯出一条细线 看着清清清稚嫩的小脸上 写满担忧 我知道 我不能直接杀了赵成才三人 我若直接杀人 清清未来就是杀人犯的女儿 这个污名会伴随她一生一世 我绝不会允许清清受到任何伤害 但也绝不会亲手在她的未来人生中 画下污点 复仇 还需要暂且忍耐 赵成才被我吓得不敢上前 赵新浑身是伤 滚在地上哀好 见我终于恢复理智 赵成才试探地问道 如月 你刚刚怎么了 虽然我没和你打招呼 就擅自带赵新过来 你也不至于忽然发疯吧 你现在快点给欣欣和小虎道歉 我现在不会直接杀了他们 但不代表我能继续被拿捏 我只是沉默无言地看向赵成才 她的语气就再次软了下来 这不道歉也行 你至少要送欣欣和小虎去医院 并且承担他们的医药费 我看着强撑着的赵成才和一动都不敢动的赵新 忽然开口 你们怎么了 怎么伤成这样 赵新本来疼得直哀哟 听到我的问话急得大喊起来 林如月你事事有病 就是你把我们打成这样的 我自顾自地抱着青青在沙发上坐下 赵新 我知道你这个小姑子一直不喜欢我 但你不至于这么诬陷我吧 我一个弱女子 赤手空拳 把你们两个成年人打得满地着牙 别逗了 听闻此言 赵成才和赵新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看着赵成才嘴角扬起阴狠的笑意 随后 赵成才开口试探问道 如月 你真不记得了 我撇撇嘴 赵成才你现在越来越不对劲了 我刚和青青睡醒 你让我记得什么 你俩这一身伤到底怎么回事 哟 地上怎么还躺着有小的 还有 赵成才你带着他来我家干嘛 赵成才虽然被我直接开瓢 现在却洗上霉烧 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 如月 你最近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了 刚才就是你忽然抱起 打落和欣欣 我带他来是来给你帮忙的 你现在这个状态 怎么照顾青青啊 你说对吧 我发了个白眼 你俩怎么听不懂文化一样 我都说了我是刚睡醒 怎么张口闭口 就说我打了人 不行 你们现在就报警吧 让警察过来调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赵新也是个火爆脾气 而且一直对我有很大的敌意 听我如此一说 拿起手机就想报警 赵成才慌了神 直接将他的手机打落 不能报警 看到二人如此动作 我心中确信 从这之前 赵成才就偷偷换掉了我 平时吃的药 为什么不能报警 现在就报 好端端的 你们随便往我头上扣帽子可行 我林如月做事堂堂正正 什么时候受我这种委屈 赵成才刚打掉赵新的手机 见我要报警 冷汗一下就逼了下来 不是你打的 如月 这是误会 赵新耿着脖子 想说些什么 赵成才直接骂了一句 让他闭嘴 然后他有些干大的解释道 我们来的路上 出了个小车祸 没什么事的 自己去医院检查一下就行 这事真和如月你没有关系 我不屑的冷哼一声 我就说嘛 我如果打了人 怎么可能一点记忆都没有 赵成才连连点头 对 确实是 我们就是想活跃气氛 和你开个小玩笑 哈哈 那个 星星是我带过来给你帮忙的 你看这个工资 是不是先付给他一下 我斜面一眼赵新和小虎 冷淡开口 给我帮忙 怎么还带这个脱油瓶 我看他脱家带口的 倒像是要在我家当主人 我此言一出 赵成才的冷汉 再次流了下来 小虎子爸爸去世的早 星星要来帮你 只能带着他 再说他和青青年纪差不多大 两个人还能一起玩呢 我心中冷笑出声 上一世明明可以去家政公司 请个正规保姆 赵成才却一定要把赵新塞进我家 现在为了让赵新拖家带口的住进来 随口就能把自己这个小虎的亲生父亲都皱死 真是好笑 仔细想来 他是觉得我很快就和精神失常 时日无多 所以迫不及待着带他的干妹妹 来提前感受有钱人的生活了 我顾不上搭理物字叠叠不休的赵成才 垂下眼眸细细思索起来 赵成才的父亲是个很重规矩手笑道的人 但他是在小虎子出生后才去世的 那么赵成才和赵新的事情他必然清楚 联系起婆婆对赵新非打击骂的态度 我心下了然 据之前亲戚们八卦时候说 赵成才家之前有点小钱 因为很多年前赵夫开车撞死了人 掏空了全部家底 后来就开始落魄 一户落魄到借钱供孩子上学的家庭 有什么理由非要领养一个女孩 我一直没说话 赵新急了 硬仰怪气起来 嫂子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但要不是因为你精神出了问题 我还不来呢 你现在把我都晓在这里 不说胡到底什么意思 我在想的事情 随意对他挥了挥手 这么想伺候我就留下吧 赵新被我气得鼻子都歪了 瞪着眼又想说什么 但被赵成才再次按住 当着我的面 二人没机会直接交流 只能互相挤眉弄眼的实眼色 我虽然垂着眼眸 但眼珠却在死死的盯着二人 你们家的秘密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得了我的英允 赵新带着小胡子住进次卧 开始了他的保姆生涯 只是这个保姆 看起来比我这个雇主过得还要享受 赵新除了刚开始的几天 对我勉强带了些尊敬 后面仿佛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青青不知怎么的 开始频繁腹泻 哭着一张小脸 和我说肚子疼 我问他有没有乱吃东西 青青摇摇头 说只吃了欣欣姑姑做的早饭 第二天早餐 赵新摆好餐盘后 我制止了大家吃饭的动作 这个社会有钱的是大爷 这一点在家庭生活中依然适用 赵成才一穷二白 事事都要仰仗我花钱 我不让大家吃饭 他虽然心中不满 但面上还是一脉祥和 怎么了无悦 不合你的口味吗 我说到 青青说 吃了早饭肚子不舒服 我看看早饭里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赵新的脸色马上僵住 我看了他一眼 他便没敢继续动作 我不发一言 伸手将大家的食物检查一遍 小胡子的煎蛋下面 藏了几勺鱼子酱 要成才的面碗里塞满海鲜 我面前是清水面和煎蛋 而青青的碗里 藏着很早之前在餐桌上出现过的剩菜 这就是你 这个保姆拿着两万工资八千伙食费 给我家青青做的早饭 赵新对我的怒斥吓了一跳 面色尴尬 仔细想着说辞 我在这个空档 伸手摸了摸轻轻的牛奶杯 冰的 外面天寒地冻 他就给我女儿准备一杯冰牛奶和一份剩菜 没有丝毫犹豫 我直接将牛奶泼在赵新的脸上 又扯住他的头发 逼他张嘴 把碗里的剩菜塞了进去 惹我可以 敢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女儿 你别想好过 赵新拼命尖叫挣扎 赵成才自知理亏 这不仅是他妹妹 我心中恨一番勇 我还活着 你们就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如此对待我的女儿 不给你们点教训 你还真不知道 自己是仰仗谁的鼻息度日 赵成才见我真的松手 想拉住我 替赵新解释 我躲开他的手 用尽全力 就在他脸上戳了三巴掌 这就是你带来伺候青青的废物 现在去收拾两个废物的东西 让他们滚回乡下去 我早说去家政过过专业保姆 是你非要把你妹妹塞进来的 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你们安得什么心 赵成才本就心虚 听到我的话 更是慌张无措 如愿你别急 你先听我解释 是这样的 欣欣他每天带着小虎 还要带青青 又加上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 他真是忙碍了头了 你看要不这样 我没等他把打算说出口 就直接打断 他带小虎辛苦 可以把孩子们回乡下去 别在我面前碍眼 衣服是洗衣机洗的 地板是扫地机器人拖的 怎么 就做个饭还给我一家人 做出三六九等分来了 随即我开箱赵新 他此刻挨了打 又听了我的话 满脸不愤 嫂子 你是我哥的老婆 说话别这么难听行不行 胡子要长身体 我哥要工作 他们吃点好的怎么了 你一个家庭主妇 亲亲一个女孩子 有的吃就不错了 他剩下的话没能说出口 因为我的巴掌已经到了 左右开工 我一直打到自己的手都抹了才停下 你一个保姆 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赵新的把戏被拆除 又被我打了一顿 这下是真急了 你敢打我 我要报警 你就是个疯子 我暴毙对他开心的笑了起来 快报 你这几巴掌 连轻伤都算不上 我们邻家有的是钱 打你就打了 我赔得起 你又能怎样 赵新看向赵成才 赵成才扭过头 躲过他的目光 赵新见他如此 委屈眼泪都要下来了 哥 这你都不管吗 他当然不管 不仅不想管 而且不敢管 一个处处都要养仗我的软饭男 有什么胆子来管我 更何况他现在脱换了我的药 每天都在盼着我快点死 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多生事短 赵成才不仅没在帮赵新说话 反而拉了他一下 你做错了事 快点嫂子道歉 赵新正愣着看着赵成才 满眼失望 但还是强忍住委屈 说了句对不起 随后他想回房间 刚转身就被我喊住 等一下 这饭没法吃 去重新做一份来 这下赵新被我气得呼呼直喘 你别太过分了 我翘起二郎腿看向他 你哥说 给我雇一个保姆来 你拿着两万的工资 在我家白吃白喝 欺负我的女儿 让你做一顿饭 怎么过分了 赵成才还是没有替赵新说话 赵新健壮 只得听我的话 又去准备了一份早餐 一边吃饭 一边看着青青可爱的面容 再看向暗暗吃扁的赵新二人 我心情大好 饭后 赵成才凑到我的身边 他的表情一看就是有事想要求我 之前我一定会主动开口询问 但现在 我翻了白眼 晃个方向继续看书 见我如此 赵成才捏如了一下开口道 如月 欣欣说他现在真的忙不过来 你看 要不让咱妈过来 我冷康一生 那我不如换个专业保姆好了 这个婆婆 我妈亲亲 被我发现后 直接赶出了家门 我爸妈家大业大 我又是唯一的女儿 是已从小就被咬得无法无天 对于这种爱言的蠢货 当然不可能让他待在我家 不我气瘦 赵成才气了好几天没回来 回来了对着我 也是冷嘲热讽 说我不尊重他妈 我直接回骂到 爱在我家待着就老十点 不然和你妈一起丢滚 现在仔细想想 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 赵成才就在暗中打算除掉我 继承我的财产了 他恨我太过刚强 现在就是重提 怕是想一家四口 在我家提前开庆祝会了 只可惜 你们的算计终将落空 我日常吃的维生素 已经送去检查过 确实被人偷换成了精神类药物 长期服用下去 我会失眠多梦 产生幻觉 脾气暴躁 精神异常 上一世 我就是在精神恍惚间 不小心伤害了女儿青青 自那之后 赵成才每天都在我耳边说我发疯时 如何打骂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因此产生了极端的厌世情绪 因此自杀 按眼就行 赵成才喜不自胜 在她走后 我收到了赵新的详细调查报告 仔细看完 我心中五味杂陈 原来赵新的身世竟然是这样 既然婆会也要来 那就等她在我这里住得高兴后 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赵新好了 婆婆在我这里过了几天好日子 回到乡下后 每天都在邻里跟前炫耀 因为这个 大家都对她感到厌烦 渐渐的她在乡下 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对象 每天都显得难受 多次委婉表达 想回来照顾我和青青 全都被我直接拒绝 这次听说我松口 当天就收拾行李来我家 一进家门 她就开始抱怨起来 哎呦 我这老哥不老腿的 这么远的路都要累散架了 如愿 去吧 拖鞋给我拿来 我眼皮都没抬一下 你儿子说 赵新在我这里做保姆忙不过来 让你过来给赵新帮忙 我可不是请你来当菩萨供着的 婆婆没想到 一进门 我就给她下马威 气的眉毛都要立起来 而媳妇孝敬公婆天经地义 让你给我拿个拖鞋 还退三阻四了 我看你还是欠打 我冷笑一声 对着她说道 是赵成才求着我让你来的 我可从没想让你来我家 既然这么大的架子 那你还是现在回去的好 我最近不知怎么回事 特别暴躁 总想着打人 我看你这老胳膊 老腿坐着车都要散架 小心别被我打断了 赵成才闻眼脸上 亲一阵哄一阵 最后还是压住了怒气过来 先安慰我 看着她这副 强装深情的样子 我差点逼不住笑 我则立身问道 按备份 小虎该管你叫姥姥吧 赵成才脸色不好 急忙说道 是这样的如月 赵新她没有婆家人 所以一直管咱妈叫奶奶 小虎自此刻 就像见到了终于可以保护她的人 硬气起来 冲到我面前踢了我一脚 你这坏女人 欺负我妈妈 现在我奶奶来收拾你了 我没有丝毫犹豫 一脚将她踹翻出去 小兔崽子 你给我听清楚 这是我林如月的家 在这里能做主的 只有我和我的女儿 赵新买菜回来 正看到这一幕 她没有先去扶哇哇大哭的小虎 反而先规规矩矩的到婆婆面前 叫了一声骂 我心中好笑 赵新 等你知道了眼前的一家人 是害你一家惨死的仇人 不知道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婆婆被我气得要死 此刻见了赵新 毫不犹豫的破口大骂 没用的东西 当个保姆都当不好 还要连累我来替你受罪 在我面前张牙舞爪的赵新 到了她的面前 好像一只豆败的安蠢 整个人都是色缩着的 对不起嘛 都怪我 婆婆见她如此 又不解气 恨恨的又骂了几句 才指使赵新 去给她收拾房间 赵新在婆婆面前 乖顺的就像一只兔子 联想起她的经历 我不禁有些感叹 赵新原本有一个 温馨幸福的家庭 但在她三四岁时 全家一起出去玩 她的父母都被赵夫家车撞死 事后 赵家赔的倾家荡产 才获得赵新家人的原谅 但获得巨额赔偿后 赵新被他们遗弃 扔到了公安院 赵夫在车祸后 花钱买回了自己的命 自此之后 她日夜活在煎熬之中 她一直关注着赵新的消息 听说她被公安院遗弃 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说服婆婆 答应她把赵新领养回家 那时候赵新已经快六岁了 在公安院受了数不尽的欺负 吃了数不清的苦 她一定觉得 神兵天将的赵家人 是上天给她的就是主罢 婆婆一贯重男轻女 对这个害的家里 赔光了家产的孩子 更是厌恶至极 虽然赵夫当初领养赵新 是为了补偿这个 独留在世间的孤语 但疼爱婆婆的她 在二人之间 还是选择了 更关注自己的整天人 赵新本以为脱离火坑 没想到自此掉入了 更大的地狱 婆婆对她非打即骂 赵新只读完初衷 就被迫辍学 她没有文化 也没有能力 只能在各种愿意 雇佣同工的门市里 做些体力活 而她挣来的钱 无一例外 全都被婆婆拿走 堵贴自己的儿子 赵新常在这样 扭曲的家庭氛围中 所以也培养成了 极端欺软怕硬的性格 我想 大概因为想把自己 吃过的苦受过的欺负 发泄到别人身上 所以当初我死后 她才会没日没夜地 欺负我的女儿 可这一切都不是我造成的 悲剧的源头 是引发车祸的赵夫 是欺负她的赵母 是被她当成 唯一救赎的赵成才 唯独不是我 更不是我的女儿 赵新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 把赵成才 当成是唯一的光 所以她恨我 嫉妒我 觉得是我霸占了 本该属于她的位置 可她似乎从没想过 竟然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 李成才为什么和她生下儿子后 还要转头追求我 因为她在李成才眼里 只是一个可以用来 满足男人的廉价玩具 随时可以丢弃 多可笑啊 赵新苦苦追求医生的幸福 根本也不爱她 如果说其中上有一次联系 那也是因为 她为赵家生下了儿子 她沉沦在 自己亲近一切的爱意之中 从没想过 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她只是一味的恨我 我的心中百感焦急 但无论怎么想 我在她的生命中 从来不是施虐者 过去我知道她文化水平低 要帮她报成人课程 继续读书 赵新骂我 说我瞧不起她 我算她实心的依附手势 她说我用钱侮辱她 不仅如此 更是把老一套的思想 强加在我的女儿身上 明里暗里讽刺轻轻 如果不是投身在好家庭 早就该被淹死了 我曾经试图救赎过赵新 可惜在她心中 我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别有所图 是为抢走她的哥哥而赎罪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自己看看真相吧 我将她的档案资料 随意塞在枕头下 还特地露出一个角 赵新进入社会太早 因为穷和恶 手脚本就不干净 她每天打扫卫生时 都会在我的房间 字字细细翻找几遍 试图捞到点微末的好处 无论是我的护肤品 手势 甚至没穿过的贴身衣物 只要一个不注意 就会消失不见 我很期待她 发现这个惊喜后的表现 借口出门踏青 我带着青青 找了个景色一人的公园 青青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打滚 开心的哈哈大笑 感觉时间差不多 我调出了家中的监控 赵成才和婆婆 大大咧咧的并排摊在沙发上 小虎在客厅随意提打着青青的玩具 掉到卧室 赵新正好拿起我枕头下的资料 她好奇地抽出来看了一夜 随后急匆匆走到门口 叫门反锁起来 赵新一夜夜地看完后 在我的床上坐了半天没动 婆婆在外面叫嚷起来 见货 又自己躲清闲去了 还不快点滚出来看孩子 她尖锐的声音 隔着屏幕都刺得我耳朵疼 但坐在她旁边的李成才 却浑然不觉 仿佛这是曾经经常发生的 天经地义的桥段 似乎是没想到赵新的忤逆 赵成才也来了脾气 赵新你聋吗 最近顶好脸色给多了是吗 滚进滚出来 听到新上人的重骂 赵新似乎哆嗦了一下 但还是没有起身 她走到卧室卫生间 将资料一页页烧掉了 不知道她在看着这些历史 消失在面前时怎样的心情 会不会心酸难过 会不会想起 自己曾经正常的幸福的家庭 她的右手颤抖抖 捂着自己的小腹 或许是想到 那里曾经孕育了 杀她全家仇人儿子的孩子 婆婆觉得反常 起身过来开始踹门 一边踹一边弄骂 小婊子你死里面了 还敢锁门 你给我滚出来 几天不打你忘了过去的日子了是不是 我数三个数 滚出来 三 二 她还没数完 赵欣就打开了门 婆婆倒是被她的表情吓了一跳 多闹了几句 哭丧这个脸 想吓死谁 我们老赵家的好日子 都是被你这个小姜活害没的 她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再也说不出来了 她死了 赵欣拿起了 我差点用来杀死赵成才的那把刀 干脆利落地将眼前人割吼 婆婆自从领养赵欣后 每天都把她当个畜生一样 非打即骂 赵欣从小被她打怕了 在婆婆面前永远是规规矩矩 胆小惧怕的 婆婆怎么也想不到 她罪孽的一生 会结束在这个最怕她的女儿手中 她不可置信地捂住喉咙 但因为搁得太深 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抹鲜红喷涌而出 赵欣被见了一脸 她毫不在意地随手擦了擦 一把推到婆婆僵直的身体 拿着刀向外走去 丁成才听到声音 头都懒得抬一下 对着赵欣吩咐 中午都给我弄几个菜 天天在林如月眼皮子底下装孙子 可憋死老子了 小虎却看着赵欣大喊起来 血 好多血 丁成才这才抬头 他看到了浑身浴血的赵欣 和已经成了一具尸体的婆婆 和面对我时的态度截然不同 丁成才瞬间火冒三丈 一把将浑身颤抖的赵欣打倒在地 对着他又踢又打 贱祸 你敢杀我吗 我他妈的打死你 赵欣没有丝毫挣扎 而是大喊道 你们骗了我一辈子 你这个表里不一的骗子 你们一家人都是骗子 是凶手 害死我爸妈 还要领养我回来欺负 你们禽兽不如 赵成才的动作顿住了 因为他是知道真相的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瞧不起赵欣 欺负赵欣 永远只给赵欣一丁点渺茫的希望 以此来继续利用赵欣 赵欣的前半生 似乎一直在承受这种拳打脚踢 早就习以为常 借着赵成才发呆的空荡 躺在地上的赵欣一刀利落的 扎进赵成才的大腿 赵成才惨叫一声 亮翘了向后连滚带爬 赵家的劣等基因 不配活在世界上 眼睁睁看着亲妈和儿子 都死在自己面前 赵成才被吓破了胆 拖着伤腿能力向外爬 赵欣杀死小虎的空荡 他已经爬到了门外 赵欣拿着刀 从容不怕地跟了上去 赵成才看到他出来 吓得屁滚尿流 疯狂求饶 欣欣 这些年是我爸妈对不起你 不是我对不起你啊欣欣 他们伤害过你 我有什么错 赵欣随意地抹了一把脸 脸上一片鲜红 你有什么错 一边一刀刀地刺向赵成才 赵成才被他捅得好似一个血人 但因为求生欲望强烈 他竟然还能艰难地站起来 跑进了保安亭 保安被吓得不轻 急忙报警 赵欣剑不能手刃掉这个仇人 疯狂提打着保安亭的门 很可惜 高档社区 一切都是最好的 赵欣开门无果 干脆就坐在了保安亭外 死死地盯住了门 似乎只要里面一有动静 他就会迅速扑上去 结果赵成才的性命 这时候 四周响起了警笛声 赵欣似乎终于回过神来 他向周围包围过来的警察 举起双手 扔掉了手中的刀 他没有任何反抗 直接投降了 张成才被后续赶来的救护车拉走 医院的电话打到了我这里 我将轻轻先安置在姥姥家 自己去了医院 赵成才的肺被刺穿 不满上抢救 很快就会致命 我满脸眼泪 急不走过去握住赵成才的手 低声在他耳边说着 成才 你受苦了 他的脸上蒙着西洋照 嘴里插着管子 说不出话 对着我一边流泪一边点头 看着他期待的样子 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可惜 我打算放弃抢救了 赵成才急得连连摇晃身体 面上写满了惊恐 我不以为意 继续在他耳边说道 你偷偷换掉我的药 可能再过几天 就能成功害死我 继承我的财产了 好可惜啊 功亏一篑了 听到这两句话 赵成才的眼睛猛得真大 一眨不眨地看向我 我不管不顾地继续说道 你一心想要把儿子来继承家业 家已经有了 为什么还要攀上我 和我在生下青青呢 如果不是你对我起了邪念 贪心不足地 想要获得我的全部家产 可能在我的庇佑下 你全家照样可以一时无忧一辈子 可你非要这害我 我才起了调查你们家底的心思 结果很令我满意 你们真是精彩至极的一家人 看来赵成才也很满意 你说对吗 赵成才已经不再挣扎了 他的眼中泪流滚滚 上一世 害死我后他没有流泪 害死青青时他没有流泪 现在却哭了 我想他这鳄鱼的眼泪 大概是因为后悔 后悔露出了马脚 后悔被我发现真相 后悔一家人心太急 但不是后悔对赵新的欺骗 和对我的伤害 他或许在回忆 自己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 根本不会猜到 我是从地狱中爬出来 为女儿复仇的恶鬼 我当着赵成才的面 签下了家属资源放弃抢救书 并举在他的面前 让他一字一句地全部看清 赵成才的眼睛瞪得滚圆 喉咙中只能发出呵呵的气音 还没等我继续说些什么 旁边检测心率的一气就已经归零 以前不知道 这样善于忍耐折服的赵成才 原来脾气这么大 我还没把话都说完 就被气死了 也或许是疼死的吧 毕竟我刚进医院 就对医生说过 止疼要太贵了 没必要用 我被带走调查 但很快被放了出来 这件事以赵新故意杀人而解案 他被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我慢慢地等着执行 然后带出了他的骨灰 和丁成才的一家放在了一起 混合着一点点冲进马桶里 他们不配有墓碑 更不会有人来祭奠 他们的骨灰 也只配待在最误会不堪的地方 处理完这一切 我卖掉了这所房子 带上清清 开始全国各地旅游 我们沿着绵延不绝的公路 去看了高山 大海和森林 清清很开心 自从没有了几只苍蝇的打扰 他越发开朗活泼起来 每每看着他熟睡的笑颜 我总会怀疑 上一世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 但那段噩梦般的回忆 不会再次重演